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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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來到岸平市州 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第一次正式來這裡 因為平日來到這裡 其實已經關門了 我們來到天壇大佛可以早點來看 這裡有很多禮品店 還有一些戲院 還有一些手工藝的東西 銀色的東西 兩三戶人過來逛逛 我覺得是一個挺特別的 還有一個葡萄許願亭 有許願的但不能打 但這裡有不同的許願牌 其實它會更換的 因為我每次過來都是不同的 然後是快過疫情 通常今年都是身體健康 對 大家都是身體健康 整家平安 介紹這個Seven 挺有古風古味 這裡整套的店 全部都是用以前古色古香的建築風格去做 你看到上面是用瓦片的屋頂 我覺得是挺特別的 因為香港本地比較少這些古風 就是現代感 現代感 現代感 我覺得是小河地比較休閒的感覺 就是這樣 這裡所有的牛牛耳耳朵都會有一個很漂亮的耳環 黃色的耳環 是他們的號碼 來到大賢山 怎麼可以不來這個叫天壇大佛呢 現在是有一點點維修 但之後大家有機會都一定要上去看看 這個叫香港的一個旅遊景點 必禮的其實 拜佛是要有一種很虔誠的心 接著之後就要很安靜 每一步都要想一下 大家千萬不要像我這樣 是一個錯誤的示範 大家看到那時候千萬不要留下任何的垃圾 因為它現在正在維修工程 今年八月開始 所以可能等它整完之後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重新再開 但其實到現在這個位置已經很近 可以看到 只不過你不可以直接在下面去走 作為一個香港人第一次來看天壇大佛 經常看到 但是那時候我感覺到很恐怖 樓梯是有很多級 但其實真的走上來 其實都不是非常之難 是OK的 好 我們現在用一秒時間立刻下去 1 2 3 去 不過我覺得是山下網是最漂亮的 你走山的時候 你看到它是大堆的叢林當中 你看到有一個佛在這裡 你會覺得真的好像普到眾生的感覺 六個山中的野外出現 是的 方家做什麼好 當然是參加我們的義和團義工活動 可以親親大自然 又可以一起為我們的香港和環保出一分力 還等快點INBOX參加 無emy faux 光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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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